手足口怎么鉴别轻重症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慧平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 手足口病 那么顾名思义 有手有足有口 就是老百姓经常见 嘴巴里出抛枕 手上有红抛枕 然后呢脚上有抛枕 有些孩子呢屁股有一些抛枕 而且同时伴有发烧症状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的话 它分为轻中中毒 最严重的手足口病的话呢 因为它呢是一种病毒感染 这种病毒感染呢 引起全身的这种炎症瀑布反应 它除了引起我们常见的发热 口腔或者手呀屁股呀 出一些抛枕以外呢 它还可以引起全身多脏器的损害 它可以损害呼吸系统 导致呼吸衰竭 可以损害到循环系统 引起爆发心肌炎 它最重要的 还可以引起神经系统损害 引起这种病毒导致的脑炎 因此呢 如果手足口病 合并严重的两个脏器以上损伤 我们都把它称为重症的手足口病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